白美为是2024年7月2号新闻 白美在2024年6月27号第一次总统选举病例之后 短短不到五天时间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变化 首先在昨天的时候最高发言出了新的法文 说川普在总统认质期间享有一定的获得情 然后今天川普的律师说了 因为川普受到法院的判决 川普在曼哈顿的这个案子要进行重审 同时他在判刑的时间会已经迟到9月份 这是因为他享有一定的豁免性 这将给川普带来巨大的反撞 同时在之后这个各媒体都进行了这个新的pooling 就是新的这个调查文件 说现在卡米拉如果卡米拉取代拜登的话 他的支持率会到45% 川普的47% 在这件事情川普和拜登的支持率 是够为49%的43% 也就是说如果卡米拉取代川普的话 他的支持率会超过拜登 这就是说现在这个七皇拜登的支持率开始不断 虽然拜登他的家庭 以及这个拜登信任的这个政府 但很多人都说支持他继续进行 但是这个昨天到今天以来 还是有很多人注意到吃在 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来自前总统 奶昇说在新的这个第一次从意见之后 帮忙了很多的变化了 对 他说拜登不是这个好是文声 总统ursion 总统性 杨卓曾经参加2020的民主党的总统设计,后来他就退出了民主党,他现在已经不是民主党的党员,主持人问,如果拜登不退行,会怎么办? 然后杨卓说,如果他不退行的话,民主党的群盘都输,输掉总统,输掉国家参政能力,如果拜登不退行的话,民主党就会实习中议,实习参业,实习总统的选举。 我实际上,我个人讲,我并不希望川普再次达行,但是这个拜登已经不是何时的人,他两者才继续封锡了,他对这个现在的这个总统候选的看法,而是对拜登的这个看法,他认为拜登应该退决,这个令得他投资猜出, 他说,他也不支持这个川普的这个信仪,杨卓说,这是在集团受信之后,会参加了业务市场的信仪之后,很多行业里面发生了,他第一次在工作,你们的,欢迎观众短维视,请做做我们的微信频道,我们的YouTube频道,大家看到YouTubeTV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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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